自從Jackson Hull之後 現在在等非農的數據出爐之前 跌了先 雖然昨晚其實有些回穩的情況 但是美匯真的很強 美匯都升得很厲害 會不會都 其實美股的沽壓都是美元的呢? 我相信是的 因為始終雖然昨天隔夜 美股表現有所分化 但是其實看回經濟數據 表現強勁之下 我想市場對於未來美國加息的步伐 始終是比較擔心一點 那雖然見到美股昨天沒有什麼方向 但是見到譬如好像美匯指數那些 是再有創二十年的新高 那包括了其他一些外幣也都跌了下去 那這個呢 也都是反映著市場對於一個避險情緒 暫時那個已經是比較 有些比較高一點的一個情況在那裡 那再加上包括了其他好像原油的價格 也都見到是有一個比較明顯的下跌 也都反映出市場對於未來 在美國加息步伐加快的情況之下呢 環球的經濟呢有機會是受到拖累的 那麼這個因素呢也都是導致到 就是近期呢 就是美股呢出現了一個明顯調整的情況 那可能都會有不少投資者問的 究竟美股這一次那個下跌浪呢 究竟是短期的調整呢 還是可能會延續回前期的跌勢呢 其實我自己看呢 就是在目前現在的大環境之中 特別在上個星期呢 就是環球央行會議 看到鮑威爾呢都仍然是 偏向於鷹派的情況之下呢 我相信對於美股整體上面的氣氛呢 始終是會帶來一個制爪作用在那裡的 那同時呢 就是以美股三大指數去看的話呢 這一輪的下跌浪呢 其實那個頂部呢 正正是處於呢 就是今年呢 美股三大指數下跌以來呢 就是那個下跌軌的一個頂部在那裡的 那麼我們如果拉長一點點去看的話呢 其實美股呢 在今年以來呢 是做過三次的頂的 那麼第一個頂部呢 在今年的一月份 第二個頂部呢 在今年的三月份 那麼而第三個頂部呢 就是今年的八月份 也就是上個月呢 就是大市剛剛開始轉勢的情況之下 那麼所以見到呢 其實這一次的調整呢 是未突破到呢 之前下跌所形成的下降軌 反而呢 是進一步呢 就是強化了這種趨勢 那麼所以無論在一個基本面 政策面 或者講在一個技術走勢面來看的話呢 其實市場講在 有一個基本改善的情況呢 我暫時都未見到的 那麼同時呢 就是遲些這個月呢 就是會有一個意識呢 以及會公佈一個CPI數據呢 那麼當然美國就是上一次公佈CPI數據呢 就比市場當中是要預期的 是要好一點點 但是如果看回近段時間 包括了英國啊 歐洲方面公佈CPI呢 其實都是處於一個非常之高的位置的 那麼所以我自己預計 在抗通脹作為一個最主要的任務之下呢 我相信美聯署呢 就是維持著比較快的加息步伐呢 都是一個相對比較大的概率事件 那麼所以對於美股大力的壓力呢 我相信是還會持續的 是 那麼暫時都是不宜 那麼快 想去拿貨啊 或者寧願不去做膽 你又覺得那個勝算大不大呢 我覺得可以暫時先觀望著 但是至少來說的話呢 我就不建議在這個位置去搏反彈的 那麼雖然見到昨天那個跌勢呢 是開始出現了放緩 導致呢 甚至乎是有個反彈在那裡 但是始終經歷了就是連續下跌之後呢 說真的 在技術面呢 其實都累計做一個 就是短線反彈的一個動力在那裡 那麼所以短線的反彈呢 就未必可以視為是一個 就是轉勢的一個因素在那裡